在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体育赛事 不管是奥运会还是冬奥会或者是单个项目的比赛 都能让大家觉得十分震撼和热血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运动员们竞争很大的原因 在其中一个选手实力强悍出名的同时 也会有另外一个实力更加强悍的选手崛起 这也是体育赛事和竞技的魅力 回首中国历来所参与的体育项目 国拼 女排还有冬奥项目短道速滑等等 这些都是国人们的强项 每一个项目都有很多的人才 男女皆有 每一次有实力的人崛起之时 都会被大家记住名字 也有人会因为这些运动员家中不是很好的环境而眼红落泪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人 就属于实力强悍的 并且也被大家称作是最励志的奥运冠军 他就是陆立 在中国历来的体育竞技项目中 女排 跳水 国拼 短道速滑 还有体操这些都是很强的 特别是体操这项运动 一直以来中国队也出现了很多让国外选手震撼的动作 体操的动作和跳水的动作 其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体操动作越是高难度 起跳回落的姿势越标准越稳定 得到的分数也就越高 因此近年来 体操动作中也出现了太多高难度姿势 甚至有些姿势还被明令禁止 而陆立就是体操运动员中最为励志的一个 陆立出生于1976年 刚来队里的时候只有5岁半左右 被教练看中觉得有体操的潜力 因此便让她留在了队中训练 但与此同时陆立也有遗传性的肝病 在病痛的影响下 陆立的成长过程一度很艰难 但索性陆立并没有放弃 在1985年10月 陆立成为湖南省体操学校提高班的首批学生 又在1991年进入了国家队 在1991年拿到了全国锦标赛高低杠的金牌 在1992年参加巴黎世界体操单项锦标赛时 她那套高低杠动作的独特上法 引起了国际体操界轰动 在这场比赛当中 她的高难度动作让在场的所有裁判都给出了满分的成绩 当时裁判一共有6位打分 因此也就16个满分 这在体操生涯中 陆立师偷一个 由此可以想象陆立当时这一套动作到底有多厉害 甚至在之后 国际体操联合会将她的3D相连命名为陆立动作 而当时她的身体其实并不好 在患有肝病的同时还能有这样完美的成绩 实在是不容易 但又很励志 不只是这一场比赛 在1992年8月的巴赛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 陆立以满分10分夺得体操高低杠比赛冠军 并以9.912分的成绩获得了体操平衡目比赛亚军 女子团体比赛中获得了第4名 直到1994年之前 陆立的职业生涯已经有13年 因为她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进了国家队 因为退役的时候她也才18岁 那么现在的陆立在做什么呢 陆立在退役之后先是在北京深造 之后便拿到了签证去了美国 再后来爸爸陆光荣也去美国同女儿生活在一起 现在的陆立已经是美国一家体操俱乐部的教练了 工资不是很高 但成绩很好 陆立带的几个学生已经在加州好几个大型俱乐部比赛获得了冠军 在2003年10月18日 第五届城市运动会开幕 作为相极奥运冠军之一的陆立成为了形象大使 参加点火炬仪式 一直到现在 陆立都过得很平稳很低调 在中国队中 像她这样励志的选手也有很多 像是王曼玉 像是全红蝉等等 这些都和陆立的经历相似 或是家境不好 或是自己天赋不够需要后天努力 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不放弃的精神 才能造就现在的成就 现在冬奥也正在进行当中 在后续也会有很多的体育赛事 希望在今年众多体育赛事中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 也能涌现出更多像是陆立这样优秀的选手 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像陆立这样的人物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说出你的想法 关注体育圈瓜组 随时了解最新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